在地球的兩端 台灣與范蒂岡方交友好 教宗方济各和台灣人的生活 沒有距離 今天的故事是什麼呢 好 歡迎光臨 嘿 跳呀跳過身哟 跳呀跳過水哟 一日覆一日 走著又挺挺 小雨啊 你有搬家嗎 不是我啊 是她 怎麼又不是她 是我 我要搬到文心的小家園 文心的小家園 神父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很擔心有一些落小的朋友 甚至可能沒有遮風避雨的地方 對... 我想到一個真實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來自瑞士的 一個蒲銘道神父 也是我的老長官 他一百歲的時候 他許下信願 你看一百歲 他還有事情要做 他希望能夠成立一個 中餐養護中心 給這些身心障礙的老人 成人一個安老家園 那這個心願有實現嗎 那你猜猜看 這個很困難的願望耶 很有挑戰性 對 那這個故事是發生在哪裡啊 我告訴你啊 就在嘉儀縣 蒲子市 明道家園 那我們出發 跳牙跳撲聲唷 跳瓦跳臥水唷 你是陸魚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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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蒲子我來啦 嘉儀蒲子早期是一個 被經過的城市 而海上的貨物呢 沿著蒲子溪送往內地 而內地的物產呢 則是趕往商市去做貿易 沿著蒲子溪邊的蒲樹呢 就是大家休息的地方 逐漸的就稱之為 這個地方叫蒲宅郊 從此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們 漸漸的繁衍成世界 也就是今天的蒲子 蒲敏道神父的心願 是不是實現了呢 跟著我往前走就知道了 來自瑞士的蒲敏道神父 創立聖心教養願 服務重度多重障礙者 並在百歲時立下心願 要籌建一座終身教養機構 但是夢想尚未實現 卻前往天堂休息了 蒲神父的故事觸動了很新 各界協助在2009年新機構啟用 以蒲神父之名名為 明道家園 我們希望天使要交付我們的這個計畫 請你們台灣的大人 多大方的 勇敢的幫助這個新機構 阿神這個就是我們 蒲神父的紀念館 蒲神父的精神真的很偉大 在台灣奉獻跟照顧這些 需要照顧的人 可是院長我想要問問問 我們的這裡照顧的對象 主要是一個怎樣的狀況 我們這裡有大概三分之二 都是重度 極重度的 神言障礙者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家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他們是 可以在這裡 接受我們終身的照顧這樣 終身的照顧 是到終身這樣子 對 家園裡的終身照顧 是提供個別養護照顧 也有多元休閒 用愛來打造溫馨的環境 我今天就先從休閒開始體驗吧 院長 這邊園區好大 好大片的那樣子 就是草皮 這樣很舒服 對 這裡是我們 明道家園的生態園區 生態園區 院長 這邊還有很多動物 而且我看到鴨跟鵝 在那邊叫 我們在那邊 還有養雞 還有有一些動物在那邊 養雞喔 在生態園區裡面 有動物園區 也有景觀步道 孩子們親近大自然 也藉由大自然的情境 引導專注學習 可以降低情緒等行為方面的問題 也能發展互動教學喔 哈囉 小豬寶 嗨 院長 這裡還有文室耶 這裡是我們園藝教室 園藝教室喔 對 大家好 我是阿展 阿展你好 嗨 這是我們的園藝老師 你好 阿展你好 我是阿展 是 歡迎... 我們這邊種了好多植物喔 有哪些啊 像這個是蘆蕙 他們在摘石蓮花 石蓮花 整排都是... 而且開得都很漂亮耶 對啊 都是我們這邊的服務 就是這邊的院生在種嗎 他們自己照顧... 對 由無到有 所以採中他們就去 他們也可以販賣 這裡也有在販賣喔 可以... 我們也可以打成果汁 可以吃啊 可以吃喔 怎麼吃 這樣洗一洗可以吃的 直接生吃喔 對... 白梅子粉 白梅子粉 真的... 都好漂亮 而且很厚實耶 對... 你看 吃過再... 這等一下要洗過再吃 對... 沒關係... 然後除了生吃還可以做什麼 你剛剛說打成什麼 打果汁 打果汁喔 加一點鳳梨 鳳梨 這是那個男人都有 男人都有就是... 牠是老心麻痺的小孩 剛剛看牠站起來交水耶 是啊... 牠平常是做輪領 因為牠是 比較沒抱久戰 牠都為了交水 可能要站起來的時候 讓牠訓練牠站起來 所以也可以從工作中 訓練牠們的身體 牠很開心都站起來 教牠 做人牠想做的工作 你交得很好耶 很棒喔 聽起來好棒喔 他害羞了 他害羞耐笑了 原一般是以生產可食用的植物為主 從種子一路拉拔長大 撥種 施肥 換盆到收成 現在我喝的是最新天然的 十連花草喔 喝飽了 我就要去學一樣非常特殊的才藝喔 我跟妳介紹 我們今天有一個新同學喔 大家好 這裡一個是阿嶄同學 大家好 我是阿嶄 大家好 我們要先來看要做的這個是什麼 貝殼襪 貝殼襪 對 這一個是我們專業的老師 貝殼老師 蔡英傑老師 老師好 老師 這邊好多貝殼耶 這樣要怎麼夾 怎麼貼 是 我們要有很豐富的貝殼種類 來呈現我們的作品 那現在我們有一個一包是 酥 酒雞 這像我們這樣 那個蛋糕 對 要一點或一點拿出來 對 我們找適當的 它的貝殼 太大了不行 太小了不行 有規定要哪個方向嗎 還是我開心怎麼排就怎麼排 應該是這樣 開心怎麼排就怎麼排 但我們每一張圖 都有一樣的嗎 還是說有規定要用什麼的 不一樣 都不一樣 都獨一五二就對了 對… 老師來這邊教這邊的孩子啊 就是有覺得有什麼 最大的不一樣在哪裡 第一個我們先讓他一覺一覺的感覺 有的他們狀況比較不好的 我們先讓他有一個手跟頭部的協調 對 讓他們用這個貝殼或是豆花 來練習他們的手部的臉部 寫一個協調 對 滿厲害的 它可以呈現一個很完整的頭部 哇 你的好快喔 我才拼貼團張而已耶 真的啊 你做的那個是什麼啊 小鳥喔 這小鳥喔 這是你自己選的 還是老師幫你挑的 對 老師挑的喔 所以它這樣配色也都配得很好 它自己選的耶 它自己有這個能力可以搭配 哇 你的也邊邊都貼完耶 你貼的這是什麼啊 小鳥喔 這樣老師像牠們陪牠在做的時候 你們都會在旁邊陪牠們一起做嗎 對 如果我像那個 就是自己可以來的話 我們就是會 放手給牠們自己做 對 然後需要協助的話 然後我們會在旁邊就是 陪同寫資料 對 你喜歡做這個貝殼畫嗎 是喔 你做過幾幅了 一幅 一幅 兩幅 這是第二幅 對 這是第二幅 好清晰的製作喔 要時時注意貝殼黏貼的位置 還有貝殼的種類 顏色適不適合 你一個不留神 就可能毀掉畫作耶 完成了 這就是我同學的作品喔 明道家園就是牠們的家 我們也會根據牠們不同的狀況 訂定不同的目標 比如說像牠們也有園藝的部分 也有餐廳的部分 讓牠們從工作當中去得到肯定 比較重度的部分 我們是比較著重在牠們的生活品質 希望牠的健康 牠的一些情緒 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發展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牠就是一輩子在這裡 所以我們這裡所有的服務 都是為牠們的中心教養 在做奠定的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故事雖然發生在我們台灣 很像德勒斯雄女的故事 對不對 她也是一天到晚 都是在找那些 就是生病很厲害 或是面臨死亡的人 為牠們安排一個地方住 我覺得這種工作 真的是一個很神聖的使命 而且非常需要決心跟恆心 才能夠繼續做下去 做這一類的事情的人 我覺得讓我們的社會比較安全 而且比較溫馨 更充滿了愛 而且因為有牠們的付出 讓我們社會更加美好 也讓這一群 可能比較弱小的兄弟們 有更好的照顧跟慰藉 而且我今天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要給大家看喔 就是我從敏道家園帶回來的貝殼畫 貝殼畫 很美喔 對啊 好細膩 好精緻的畫喔 對 都是小小的貝殼 好像沒有什麼價值 就變成一個很美的一幅畫 對啊 我們的教宗方基哥也是一樣啊 他也是很關心貧窮人 生病的人 我們看看他怎麼樣鼓勵 那些為他們服務的修女 好啊 2016年9月 教宗方基各借建仁慈醫院修女會的修女 教宗鼓勵修女們要堅持不懈 其實你們每天都要面對很多的困難 其實你們每天都要面對 davanti alla的bolezza della malattia non possono existere distinzione di stato sociale razza lingua e cultura tutti diventiamo deboli e dobbiamo affidarci agli altri la Chiesa sente como su empegno e la sua responsabilità 教宗向修女表示谢意 他也勉励修女们 他说 你们是天父表达慈悲的具体标记 关怀耶稣和病弱者 正是你们的力量所在 方济克爷爷说 我们面对疾病所造成的虚弱 我们的社会地位 文化 种族 语言的差异 就都不存在了 可是孙父我想要问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的这句话很有智慧 而且一定是来自他自己的经验 我也有类似的经验 好多年以前 我有一次去泰国开会 泰国的主教 他要我们到南米宁去服务 那个时候不知道要做什么 后来我到红十字会那边去报道 他说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因为这边很多人生病 你就配合 就跟那个一个瑞士的护士 我们每一次看到一个生病的人 他用高棉话问他怎么样 然后用国语告诉我 我用英文跟那个护士讲 后来他英文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我用中文告诉那个华语难民 该怎么做 对 虽然这个方法好像很笨重 不过每一天救了很多人的命 那我们所服务的一个美国人 一个中国人 一个瑞士人 我们服务的是高棉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真的用爱就可以脱离这些种族的隔离 还有语言上面的隔阂 真的 方济各个也还有说 教会应当要为这些 受苦受难的人服务 修女们应该都要现身 为住院在里面痛苦的人 一起来帮助他们 那修女真的会愿意 就是听从这样的指令 一生都服务奉献在这里面吗 面倒甲园不是有一个蛮永圈修女 那么她是二十四个小时都在服务 有人半夜需要被送到医院 就是满修女会开车子 而且大家都叫她小巨人修女 小巨人修女 对 因为她的那个 她长得很矮 不过她的力量很大 我们继续看这个 明道家园的故事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普敏道神父认为 必须有一群无事属牵挂 能日夜照顾身心障碍孩子的人 于是请加尔莫罗传教修女会 担任此工作 具有药剂师资格的 满永轩修女便是其一 1988年满修女自菲律宾到台湾 从此不分昼夜接送病童就医 谢谢 修女 嗨 你好 你好 刚才你都这样亲吻 跟他们打招呼 不是 因为他们都会认识我们 他们都会听懂 他们也有感觉 那我们这边的孩子 都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大部分这边的孩子 都是那个众多几种度 就是说他们都没有办法 照顾身子的 所以我们都全部帮忙他们 对 可是这样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就是比较清楚地表达 要怎样才会知道 他们需要什么 我刚刚来的时候 我以为他们的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才注意到 比如说我要去讯到某个孩子 他的眼睛都会跟你跟着你这样的开 不要是说你到那边 我在这里你没有看我 你没有过来 他们孩子会小小吃醋一下 对 对 而且他们会祈祷 是喔 比如说你要喂这个孩子 慢一点喂他 他会生气 菜类都会生气 不给你开口 都会生气 不给你开口 不然你喂 如果你要喂的话 他会喷出来给你 还会耍脾气就对了 是是是是是 他们虽然没有声音 可是没有声音 并不代表是 没有情绪这样 没有情绪 对 满梢女把大家当成天主送来的礼物 用心疼爱 满梢女说 正因为孩子不会表达 所以一言一行都要非常谨慎 我们无心的一句话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我们来没有多久 我们有一个孩子有故事 故事后我们 我还没有故事 我们送到古仪 布子医院 但是布子医院那边也没有病一罐 那个是一个晚上 然后他们叫我们去找附近的坟墓 我就是带孩子 那个师弟 被孩子在那边过一个晚上 也过他一直 怕孩子的棉被一直呛咬 可是我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孩子 因为怕他会要 要孩子 整个晚上就是一直 念玫瑰镜 或是唱唱歌 我们两个人而已 一个猴子 一个胆子 一个是师弟 我也没有害怕 可是很难过的是 家里的人联络不到 找不到 虽然他们比较不大喜欢这个孩子 可是我觉得 如果他们在才比较好一点 孩子的身体情况 无论身体无心灵 只要没有退步 就是最大的进步了 我们得让他们活动活动 身体才不会因此 长期躺着而退化 走 来去逛超市 你看 这边的风很滑 很漂亮 你怎么可以看到 很漂亮 这边不一样的 不同牌子的 对啊 虽然是受到生理障碍影响 我们仍然拥有 无限的火力与理想 每次走入社区 与方林零距离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透过参与社区活动 建立了自信心 和社会互动的能力喔 兄女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 我们要去医员 是喔 是 这样我可以跟你们去吗 可以啊 好啊 他们可以 他们要去看病 好 对 兄女 是妳要开车 是啊 可是那椅子会不会太前面了一点 因为我的家有呆断嘛 所以如果不靠近的话 那我睡不到油门啊 好 是啊 所以就是这个原理 你看 好便 好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好啊 出发 不到一百五十公分的满修女 当她坐上驾驶座 是无人能敌的神勇 而且她熟悉嘉宜的每一条道路 这二十多年来 满修女接送就医 可是练就了高超的驾驶功夫呢 修女 你身高多高啊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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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来的时候偶尔 警察会烂下来 然后我问警察说 对不起 有什么问题吗 他就是看看我而已 没有 走走走 他以为这台是没有人开这样子 大概是我什么想 因为这是学女 为什么会想要学开车啊 本来我不想 我怕怕 嗯 因为我知道我的身高 我很矮 然后叫很短 因为不明道宣布说还是要 我还是要必须学开车 因为为了我们小孩子 晚上要什么进光的时候 还可以 就是开车送他们去医院这样 对啊 听他的话 又要服从嘛 而且因为他告诉我 如果我不是八十六岁 我爹你开车 当然不好意思啊 所以我 我还是说好吧 去看看嘛 满淑女说 我将我的医生奉献给天主 希望能够做好照顾病人的工作 我们也谈到多年来 照顾孩子的点点滴滴 她说 原来以为我可以帮孩子很多吗 结果反而是孩子帮助了我 让我体会到了人生的爱 阿展你参与明道家园的故事 我觉得你的角色也很棒 都跟我们分享你的感情好不好 在那边你就是用一个同理心 跟他们一起相处 而且在那边你会常常觉得 如果是我自己在照顾他们的话 我真的也可以做到像修女 他们这样的付出嘛 而且我问自己啊 如果爱有额度的话 那我的额度有多少呢 阿展 我不知道你的爱有多少额度 但是我相信啊 苦神父跟满修女的爱 没有额度 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反省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三个人观众 有时候觉得我们已经到这边 不能够再爱 不能够再给予 不过如果我看到他们的帮养 相信我们还可以给更多 爱没有额度 那么我们今天要感谢满修女 还有明道家园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天昌的老仆生夫 谢谢你们提醒我们这一点 爱没有额度 谢谢 而且啊 明道的孩子们啊 还带来一份礼物要送给我们喔 Oh my God 在哪里 花了 在哪里 无聊 这里 我都知道你不喜欢 然后开始却没有追尽 我希望在哪里未来 你有自己的想法 你萬物高度 存在這世上的意義 沒有一個人 不停放棄的確定 我會牽著你的手 你萬物高度 你萬物低著你的心 你萬物高度 能歸心中的角落 有一天我可恨夢 沒有一個人 你萬物高度 失去突然的事後 你萬物高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